说水浒我写的什么呢 跟我没关系 那都是些英雄好汉 你看 鲁身 林冲 雪宋江 小盖 这都大英雄啊 跟我们小老百姓没什么关系 可不是 小老百姓啊 在水浒传里起的作用特别大 你看着好像梁山好汉 一个个顶天立地了不得 可他们的人生轨迹 不是被别的大英雄改变 经常被一个小小老百姓作为改变 说白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 可以决定这些英雄人物未来的走向 甚至水不凉山的成败兴亡 说这话从何谈起呢 咱们先从一个小人物说起 咱就说这个小人物 怎么影响了一个大人物的人生轨迹 这个大人物呢 是个英雄好汉 景阳港打虎的武松 我们都知道武松 怎么上的这个梁山呢 他前面本来啊 是个有为青年 也想是学成文武义 卖给帝王家 打老虎之后呢 被阳谷县献成员赏识 若不嫌弃 就留在我阳谷县 做一个步兵的都头如何呀 干什么呢 大致相当于咱们现在一个县级公安局的行政科科长 或者刑警队长 相当于这个职务 就弄好了呢 凭借着业务能力强一步步能上去 可是后来我们都知道出了事了 他嫂子跟西文庆勾搭 把他哥哥杀死了 他没办法回来 给哥哥报仇 斗杀西文庆 由此呢 赐配孟州城 他的人生轨迹一下就改变了 那么说他这轨迹谁改变的呢 我们可能看水湖 你要稍微细心点你发现 改变武松一生轨迹的人 是个卖离的孩子 我说卖离孩子 你可能小 有一个叫韵哥 大概是十四五岁 十五六岁 伴的小伙子 家里挺困的 发育的也不这么好 小矮哥 说这个人物怎么改变了武松的一生 大家想没想过 如果韵哥 没有发现潘金莲跟西文庆的事 后边全不会发生 他发现以后 他又不告诉武大郎 就没有武大郎捉肩 这事情不败露 潘金莲西文庆王婆 不会琢磨害死武大郎 武大郎不死 武松回来 不会惹那么大事 这人家这是好人呢 告诉韵哥并不是什么好人 当然他也不是什么坏人 他只是一个 从自己利益出发的 不完全懂事的办的孩子 咱从头捋的这事 什么事都架不住 咱细说 一细说 这道理就摆清了 你看啊 韵哥呢 他爸爸原来是个当兵 退下来之后呢 家里头穷的叮当响 他妈死得很早 啥也没有 家里头靠什么呢 他爸爸身体不好 有病 靠韵哥呢 卖离 维持也俩生日 那可以说穷的简直就没法看着 那么他卖离 卖其他水果指着什么呢 杨古县有钱的人不多呀 顶头西门庆有钱的 他经常到西门庆那推销水果的 这个韵哥伶牙历史 西门庆呢 就愿意买他的水果 有时候多给他俩钱 所以西门庆是他大主顾 你记住有一点 有句话叫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早当家意味着早成熟 早成熟是啥 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张嘴就值得撒谎 看人下菜底 就韵哥打小 他就比一般孩子成熟 他总在社会上混 咱叫九零五行八做都知道 也值得生亏贱心 见着西门大官 你多不是人 我得捧着你 为什么 你是我一时父母 所以韵哥呢 他比一般孩子成熟得早 所以他呢 见西门庆了 知道这是我大主顾 可是这一段时间 他突然发现了 西门庆不买的水果 这小孩灵的 他打的啥事 别人也不对 一看 西门庆总往王婆 那个茶楼跑 前几日啊 静见了西门庆啊 到他茶店里去 说不定啊 又再给谁 拿钱出现呢 还不是 苦大郎家的小娘子 是 你看这个 你勾的潘西联 啥让我不管啊 我这离门买了 就到王婆这个茶坊啊 找西门大管人 继续推销 那王婆不能让他见着西门庆 啊 你找着西门庆 到我这来找来了 要真找着 那不成了 满城人都知道 我把西门庆弄我这了 跟潘西联游会 我成拉皮掉来了吗 不承认 没来 大管人没站着 韵哥说怎么没站着 我今早就跟他出来 看见他了 叫往里闯 王婆说这哪像话 赶紧给拦一下 一拦一下这韵哥往里闯 他拦着 你听说这韵哥 毕竟也是个十四五的孩子 而且平常吃的也不好 花也不好 没什么利子 这王婆呢 这只火是好点 加上碎碎也才五十出头 劈里啪啦脸一打 王婆把这韵哥给揍了一顿 你想他如果真确实 对武大郎好 发现这两人有奸情 他应该赶紧跟武大郎说 他没说 他先去找西门庆去 是想让西门庆买他离 说白了他心里还琢磨呢 我值得你点这些窝的事 你什么也多埋点啊 一看王婆给拦到外头 没机会见西门庆 怒从心头起恶 向胆面上 说这可不行 他这时候恨啥呀 恨王婆恨潘金莲 恨西门庆 您等着 我告诉武大郎去 他过来熟识你 你勾得人老婆 诶 常言道 无风不起浪 我可是好心啊 说白了 小孩那点直来直去的心思 就是个人这点利益 跟武大郎就直说了 你知道吗 这潘金莲你媳妇 跟西门庆等着 一看武大郎在这卖吹饼 眼睛都没亮 静听他的胡说 谁亲眼所见 我家娘子是个正宗人 孟大郎挺浪漫 为什么呢 武大郎啊 胆小怕事 你说作为个男人 潘金莲跟西门庆 勾得那么长时间呢 他能一点不知道吗 他会猜到一些蛛丝马迹 所以孟大郎跟他一说 他不觉得吃惊 因为打他跟潘金莲结婚 武大郎就琢磨了 我也恐怕养不住这媳妇 她这么漂亮 还这么文艺小资 我算个什么东西 他心里头就没底了 最主要的 为什么他不吱声呢 武松啊 这时候出差了 走之前呢 这会儿才回来 风雪之夜进家门 叔叔 若是心中有这个嫂嫂 就与奴家喝喝交杯酒如何 武松当时就急了 说嫂子 你可这可不舍 你这值得 你不守复道 我先饶不了你 所以武松就预感到啊 他你俩不舍不得 所以一出差 你去好几个月 走之前跟自己哥说 我走之后 哥哥一定要晚出早归 若与歹人 期末与他争执 等兄弟回来 所以你别着急跟他多闹 你等我回来 我给你做什么 所以这时候武大郎呢 心里头有这句话 我得听我兄弟的 他一会儿说呢 他眼神都没聊 在你想 哪个男的 有时候跟你说 你媳妇给你戴绿帽的啊 他那没事的 和谐社会 没有这样的 你注意 所以听这个 他心里也翻墙倒海 这等于闹到实地里 却有其事 可是这运哥一看 武大郎 这样来气 你还是不是个男人 你媳妇都那样了 你还那样 以后啊 我可不跟你一起上街 你不嫌丢人 我还嫌呢 一天两天行的 三天五天天天倒露 把武大郎弄受不了 而且运哥告诉我 我亲眼看见西门大官人 进了王婆子的茶馆 你去逮他抓现影 这运哥还得穿心 干啥 他来气 他想借武大郎啊 发泄心中不满 通过这事 整王婆 整西门庆 结果果然 武大郎气网上撞 来到王婆家楼上 来捉见了 我们也知道 西门庆穿上衣服 当着一脚 这一下武大郎却病了 病了的时候 潘金兰开始 还是查药伺候着 到后来 时间长了 也无所谓了 说是去抓药 还不是又去 汇那西门庆 别胡说 我家娘子 已经毁过了 我亲眼看见 还能有假 先不过把这个 武大郎气的 我兄弟回来 绝不会饶了你们 这句话可说坏了 回头潘金兰说坏了 我那小叔子 那武松要回来了 咱怎么办呢 王婆出个主意 咱不如 诶 正是刺误 这才下腰 屠死了武大郎 武松回来 运哥也没说别的 直接找武松去了 他这恨恨的解了 对不起了 西门庆 是他们害死的武大叔 你要他把武大郎 折腾死 他还没解了 我说他冒玩意 这事我能忍吗 拿起刀来 就不加血 后边事不用我说 待会儿都庆祝 让哥哥逼来 哥哥安心 兄弟已经为哥哥 报仇血泪 你说这个事 要不是个卖离的 运哥车的事 能这样呢 他但凡要是说 运哥要不及时的 把这消息通报给武大郎 不把武大郎的火 拱起来 武大郎死不了 隐忍到武松回来 一说家门不幸 你嫂子跟西门大国人 怎么着 可能武松压不住火 会找西门庆 潘金言算账 最多就是把潘金言 凶了 可能暴打西门庆一顿 而武松 那个撤职反省顶多了 也不至于杀了这么多人 赐沛孟州城 说武松的人生轨迹 一下就该血了 因为他哥哥死了 你说武大郎死来谁 说那当然 那是王婆他们 几个算计 西门庆 潘金言给毒死了 和运哥是有关系的 他不这一空脚步 不会出政策 所以区区一个 十五六岁 卖离的小孩子 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 改变了一个大英雄的人生鬼